總統辯論會第二站是再度的提到了台灣 賀錦麗是批評川普把美國晶片賣給了中國大陸 不過呢川普則是說 他說中國大陸的晶片是跟台灣買的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台灣的話雖然有最厲害的台積電是晶圓代工廠 但他終究不是賣晶片的廠商 真正的美國的晶片大廠包含了Intel 包含了AMD NVIDIA 換句話說台灣只負責幫忙代工 不具備賣晶片資格 但美國對大陸不是有晶片禁令嗎 專家也解釋 美國晶片大廠大多會透過第三地交易 來規避管轄 NVIDIA它就很可能是透過了新加坡 然後轉售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說並不是台灣把晶片賣給中國大陸 至於台灣代工的晶片銷往哪裡 以整體出口占比來說 美國還是佔最大宗約65% 中國大陸15% 亞太地區10% 剩餘的則是日本和歐洲各佔5% 我們沒有辦法評論這個美國的選舉 我們在經濟上面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兩位不管是誰當選 應該對我們的整個貿易跟我們的經濟的政策 不會有改變 美國大選辯論扯晶片 經濟部長郭智輝說誰當選 對台貿易都不變 再進一步來看 2023年全球半導體大廠營收排行榜來說 台積電穩居第一 英特爾第二 揮達第三名 而中國大陸的中芯國際則是排在第24名 設備不夠先進是大陸半導體大廠 迟時追不上台積電原因 美國對陸政策持續影響半導體市場 TBS新聞上張惠仙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